春田镇最长寿的老人突然没了 因为镇上给他颁了个奖 最长寿的老人乐极生悲 黄八皮接替他成为最长寿的人 这是春田镇每年都会搞的颁奖典礼 几乎所有居民人手一个奖杯 除了侯墨 不给他驱逐出镇 已经是这个小镇最大的宽容 虽然得了个奖 但八皮并不开心 最老意味着最有可能先走 黄八皮决定好好呵护自己的身体 赶紧安排个体检什么的 秘书说我明天就带你去全国最好的医院 考虑到两个人都不在 需要安排一个看家护院的 八皮首先想到那个经常搞破坏的家伙 没错就是侯墨 我这么大的家业非恶人不能守 八皮用人从来都有他独到之处 西姆森一家搬进亿万富豪的家 侯墨立刻穿上滑柜的衣裳 用当感受楼梯扶手的四华 亿万富豪的生活极其奢华 他们从不整理床铺 每天的旧床必须烧掉 这样就不会因为旧床垫闹狗血剧 穿衣服也是机器全自动解决 浑墨体验了一下这科技鱼很活 确实很疼 八特住进富豪的家里 第一件事就是找钱 这些话后面肯定有保险箱 八特听声变味 熟练的打开密码锁 机关算尽 就是没想到保险柜里藏的是个人 房子太大 在家里也需要交通工具 丽莎选择了一匹小马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麻烦 他们坐在长桌上吃饭 想看一眼家人 得用望远镜 聊天基本靠吼 吃个面包有七种不同的叉子 还有一个是用来挠痒的 吃完饭 红墨钻进桑拿房 用这里的电话疯狂打国际长途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有钱人的豪车有三把钥匙 安全带是整雕工艺 红墨开着八皮的豪车 去老摩子酒吧 要了几瓶最好的酒 老摩子说 今天礼拜天下午两点之前 不准卖酒 等到那个光班移动过线 才可以开怀畅饮 红墨表示 我现在很尊贵 能不能开个后门 老摩子说 这是法律规定 除非你去公海 否则休想在两点之前喝酒 说到公海 这难不倒喉沫 八皮的家里就有游艇 小的们跟我去公海 大闹一场吧 一万富豪黄八皮的体检不太顺利 老朽的身体像是蛋糕一样松软 医生想抽点血都很困难 幸好在家医院是国内最好的 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给八皮查好身体 医生说 你几乎是全国最有病的人 糖尿病 冠心病 脑血栓 胃溃痒 胆结石内分子骨质疏松 这些常见病就不用说了 这端肥大 本铜尿症 心理体病 这些罕见病你也有 我甚至在你身上发现了 几种新的疾病 考虑用你的名字来命名 黄八皮一听 差点晕过去 这还能活多久 医生说 巧了 因为体内的病太多 反而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就好像很多人一起出门 最终卡在了门上 所以你的身体 暂时不会有什么问题 黄八皮松了一口气 准备回家 此时替他看家的侯墨 集结了一帮酒鬼 他们都想坐游艇 去公海喝酒 但是马基拦下他们 怕大家毁了八皮的游艇 侯墨表示 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机会 成为富翁 我怕以后再也体会不到 马基说 咱们的平平淡淡生活 才是阿絮 去他的平淡 他们之相说 必须安慰妈妈 他们不会有事的 船还没有到公海 手画公民老模子 看住啤酒 不准酒鬼 践踏法律的尊业 可一旦游艇越过这条线 法律就再也阻止不了 人类的放纵 你看看大家都在干什么 扫杀强烈 无耳不作 平时可把他们变坏了 人和女友在这里 甚至可以结婚 会有法外狂徒 给你主持婚礼 而这群酒鬼 除了喝酒 也想进行点 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比如来你踢了侯墨一脚 打架斗欧的感觉好刺激 警长带头放烟花爆竹 阿布则放飞自我脱光衣服 侯墨安排了斗猴比赛 大家把钞票拿出来 大胆的押住 海岸线上的巡警 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无法服天 巴特很享受这种挑衅的感觉 拿起花筒 喷了他们一顿 这就是自由的味道 负责俩挑起自由的舞蹈 旁边的海盗船 都忍不住想过来 看看他们到底在开心什么 乐极深悲 侯墨一个转身 发现船已经被海盗占了 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一群法外狂徒 忠诚落网之语 攒了半年的私房钱 全部被海盗带走 海盗开着游艇就要离开 侯墨这才想起海岸巡逻队 救命呀有海盗 海岸巡逻队哈哈笑 说要不要来一枚战术核弹 支援你们 海盗说我们可不是跟你玩玩 自己给我进往兜里去 每分绝境 侯墨才能爆发 他拳打鹰鹅 空手夺猴子的白刃 他要像个海盗那样战斗 准备死 准备死 啊 鲁鱼 哦 哦 查理猴子 查理猴子 啊 啊 啊 我的嘴 哎呦 猴墨一系列操作 海盗看了都留下同情的泪水 他们把猴墨也塞进往里 说接下来将给你们放生 你们要是没活下来 也怪不得我们 是无情的大海杀了你们 一网兜的人居然能漂浮在海上 猴墨表示根本不用慌 羊流会带我们回家 巴特问下面的人怎么办 猴墨说闭嘴 他们都是英雄 容不得你质疑 马金和丽莎把上万平米的房子 彻底打扫干净 里面的老人味被清理得七七八八 提前跪来的巴皮 进屋就感觉不太对劲 扑面而来的是难闻的年轻人的恶臭 好在家里的贵重物品都还在 没什么损坏 猴墨说并不是 海盗把你的游艇劫走了 我殊死搏斗 奈何寡不敌众 巴皮看到自己的宠物猴伤痕累累 心痛不已 Smythies This monkey is going to need most of your skin 欣不成一家回到自己的小房子 虽然这也是个别墅 但毕竟他们刚住过一万平米的房子 猴墨止不住的叹息 丽莎和马基倒是觉得自己家里比较踏实 巴桃表示对 可以随地吐痰了 马基说 家虽小但啥都不缺 猴墨想了想也对 我们家虽然不富有 但是 我编不下去了 我想做有钱人 不用那么有钱 但要有钱呀 有钱真爽 曾经沧海难为水 猴墨估计要失落一段时间 现在想想巴皮为什么选不听话的猴墨来看家 正式目的可能是为了惩罚他 让他享受过荣华富贵 回到现实后就会无比苦涩 长眼道 有钱人虽然得到一切想要的 可他们失去了烦恼 在我们看来 富豪就像是进了公海 为所欲为 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们则留在海岸线内处处受限 总觉得那条线是穷人的枷锁 但有没有可能 它也是穷人的保护伞 海盗的出现打破了美好幻觉 任何地方都有他自己的生态平衡 更多的便利对应着更大的风险 没有谁不活在制约当中 我们只是面对的困难不同 猴富豪说 钱在100万的时候才最开心 往后钱越多 麻烦也越多 超过10个亿 这是社会对你的信任 让你帮忙管钱而已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你的钱 有没有可能他真的不是凡尔塞 因为这些年 他好像看起来真的不如以前开心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